最近的天氣實在是太過日 日前就有一名老夫人 在在經過家義士玩客家的時尊 意思是因為住了山都在路邊 好看在民眾發顯 趕緊將它擦到旁邊營糧的地方來效果 當時通報到救護車告訴到 好看在這名老夫人 意識到算清楚 由救護人員進行簡單的檢查後 善到便宜來做進一步的治療 這次鄉叫你真正的通報 有一名老夫人醫師到山都在樓邊 隨時派稱救人員全翁救援 當救人員九點治療 老夫人已經被歷史民重查到旁邊營糧處睡 救人員實際全都查看 夫人身體狀況 並進行會藤感染 好好在夫人意識清楚 在經過檢查治療 並將夫人送翁便宜治療 熱心的路人及路過的郵差 幫忙照護患者 據患者表示 他是在買東西完 準備走路回家 行經上坡路段的時候 感覺身體不適 我們就人員立即同時 對患者進行初步評估 患者意識清楚 血糖監測137 隨後我們將患者送至聖馬爾定 去做治療 經濟這邊的老夫人表示 當時剛才買了東西準備回家 途中 在經過檢查完福家時 突然身體不適 他們住在樓邊 後果在有的新民眾慢慢協助 檢查最早也有民眾 最近天氣熱 民眾出門要多補充水分 便宜在頭上太久的時間 如果有發現身體不適 應該馬上休息 也才是全翁便宜檢查 先想到檢查蔡宏補兜 你好 我是衛生局的防禦人員 我們基隆來撐住 再來我們刷洗 如果我們有這水的湯 我們要把它刷洗一下 要讓那個蟲卵附著在那個桶壁 遇到水的爆發 我們大家身體比較健康 好 謝謝 大哥 你好 我是新區燈格熱防禦人員 因為我們刷了很多菜園 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 因為有很多國務管理 所以我們希望你可以像這樣 做比較大湯 小湯就要把它收起來 剛才收起來就把它包起來 有個六個媽媽扒起來 這樣一種管理 比較不會生的燈格熱 用那個班戶這樣 我們阿輝就自己的環境好 這樣再次播放 好 很好 感謝你 感謝你 各位鄉親 大家好 燈格熱是由斑紋傳播的疾病 傳播的速度會很快 請大家要特別注重環境的清潔 如果有廢輪胎的地方要清除 否則應該打洞避免積水 敏愧在這裡 拜託各位鄉親 一起動手清理家園 最好每天落實 尋 稻 清 雙 共同創造乾淨的家園 燈格熱的房子 大家一起來 是燈格熱 一定定期